四四 四十四 不管怎麼唸 都有諧音 死死 四事的意思 實在很晦氣 真的好難聽 居民連身份證也都拒絕更換 事發在彰化市 號稱彰化最大禮的和平禮 因為周遭生活機能優良 人口數不斷的增加 有將近一萬兩千人居住 也是彰化第一次有禮超過四十零 原本要增加零數是件好事 但被編入四十四零的兩百戶居民 實在開心不起來 因為都覺得實在好不吉利 強烈要求跳過四十四零 改成四十七零 市長邱建復也和呼證人員到場了解 我們經過市公所 來到貨政署所引人的 我們其中朝向 是不是可以改造四十七零 可以順利民意 他們就是沒辦法接受 所以就是要請市長來幫忙把這個四十四零 能夠把它改成四十七零 雖然有人覺得四十四也等於四十 有事是如意的沒滿意死 但一聽到四十四老一輩的住戶 還是頻頻搖頭 目前改領的居民已經送出更改要求的 連署書希望能盡快更改零號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